62岁黄日华的人生如戏 痴情如戏中的乔峰 三年前陪伴太太梁洁华走完最后一程 被指当众表态不会再娶 被誉为绝种好男人 后来有传闻指黄日华低调求婚 即将迎娶女性官报会 去年年底在贵州踢玩村超的黄日华 接受媒体采访否认再婚 当然不是真的 真的该说了 假的不说也罢 女儿跟我住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 黄日华表示 网络上有很多虚假报道 是在骗取流量赚钱 这些谣言是对每个人的伤害 谈及当初太太离世表态不再娶的传言 黄日华曾经没有承认终身不娶 觉得可能是记者认为 他是好男人才写成这样 不过黄日华也没有说一定就会再婚 透露现在已经习惯单身 而且爱情是上天安排 老天给你就有 根本没有盲目的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投入一段感情 现在都六十几岁了 有单身很长时间 不是抗拒 而是没那么容易投入一段感情 黄日华后来接受另外一家媒体采访 小城很多人看到新闻还打电话恭喜他 为了避嫌不再好意思和关宝会联系 澄清二人只是朋友 相识十多年 那天生日拍了合照 对于此事 管宝会在最近也出面回应了 降到因为一张2021年跟黄日华的合照而传出婚讯 关宝会也感到奇怪 得知黄日华回应时跟他划清界限 更表示未免误会减少跟他来往 他觉得其上加其 我不是没想到他这么回答 是想不到他会因为这件事不敢再找我 我觉得是有点离奇 从我角度来讲干嘛呢 如果真当我是朋友 不需要就不找咯 不要紧啦 这个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 这个压力不知道来自什么 可能是偶像包袱 可能是各方面的原因 但我觉得可惜 在这个圈子其实本来没什么 因为Exposure变成好似好Big Deal 其实哪有这么Big Deal呢 看来对于黄日华的熟员举动 管宝会也是少有不满 他与黄日华的相识 应该是在《射雕英雄传》中 当时黄日华饰演郭靖 管宝会则饰演穆念慈 不过当时黄日华已经与梁洁华谈了很久了 早在议员培训班里 黄日华就认识了比他大一岁的梁洁华 两人都是刚入行的新人 所以彼此有着很多共同语言 渐渐的两人熟悉起来 对双方也有多了一些照顾 长时间的相处上 黄日华喜欢上梁洁华 两人顺理成章在一起了 但因为事业都是刚起步 所以恋情都是一直保密 没有公开 然而黄日华的运气真的不错 1980年 黄日华在警匪片《过客》中 出演冷酷残忍的杀手 该角色反差极大 成功吸引观众眼球 一举成名 他很快便从跑龙套走向了配角 从配角走向了主演 1982年 黄日华在武侠剧《天龙八部》中 饰演徐竹一角 该剧热播后 他的知名度大增 而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播出 更让黄日华直接在无限站稳了一哥的位置 欲梁朝伟 刘德华并称为无限五虎将 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谁都没曾想到 黄日华决定在此事公开恋情 突如其来的官宣 引发粉丝的不满 不少粉丝纷纷脱粉 有粉丝则觉得梁洁华拍不上黄日华 但这些舆论并未影响两人的关系 不过甜蜜的背后也有一些小插曲 在一次聊天里 梁洁华表示自己不喜欢黄日华和同居组女演员走得太近 但黄日华则觉得是工作原因 私底下完全没有交际 一来二曲的争辩下 两人分开了 1986年 公慈恩与黄日华合作拍戏时 两人眼神日日交流之下 心里也生出了情愫 他们恋爱了 但此时外界还不知道黄日华早已分手 所以当他们的恋情被曝光时 外界开始对两个人口诛笔伐 说公慈恩是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 黄日华也被说成是当代陈世美 黄日华主动出面说明情况 但公众并不卖账 那个年代 娱乐圈对演员劈腿 第三者插足这样的事几乎是零容忍的 谁踩了红线 谁的事业就可能一落千丈 没过多久 两人还是没顶住外界的压力 无奈分手 之后黄日华又与梁洁华复合 1988年 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后的梁洁华渐渐淡出荧幕 随着女儿黄志勤的降生 她成为了黄日华身后的那个女人 照顾家庭 抚养女儿 支持丈夫的演艺事业 为了给丈夫分担经济压力 梁洁华改行做了保险经纪人 作为明星太太 她有着较好的人脉资源 这让她的保险事业很快步入正轨 有这样贤惠而能干的妻子 黄日华很是幸福 在外面拍戏之时 更是时时刻刻注意着 与女演员保持距离 梁洁华却没能在工作中 把握好与男同事的距离 被余计爆出与男同事过往深谜的消息 一时激起前层浪 全港哗然 骂声纷纷 面对这样不慎光彩的事情 黄日华却坚定地表示相信妻子 为了证明妻子的清白 他还去保险公司 与绯闻男友拍了一张合影 由此告诉媒体 他与那个人早就认识 大众看到黄日华的举动 也滋绝没劲 不再继续发酵梁洁华的不光彩事件 不过经历了此事 黄日华也认识到自己平时对妻儿的关心太少了 为了陪伴妻子 不错过女儿的成长 他开始减少拍摄工作量 进入搬隐退状态 然而这样的幸福停在了2013年 当时两人正在过结婚纪念日 梁洁华突然鼻血直流 脸色煞白 黄日华连忙送妻子去医院 结果得知梁洁华患上了白血病 接下来的七年治疗过程里 黄日华减少拍戏 寸步不离陪伴着妻子 细心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当时黄日华在想 要是能让妻子康复 让她折寿十年 二十年都没关系 为了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 黄日华思考许久 决定抽出时间拍戏挣钱 可是她不再年轻 而且长达七年的半饮退生涯 早已经没什么人找她拍戏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参加各种商业活动 也许是黄日华的真心感动了上苍 梁洁华的病情在2015年终于稳定下来 只可惜这个稳定太短暂 2018年 梁洁华的白血病复发 梁洁华很快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但手术后的身体排疫反应很大 最终在2020年 梁洁华离开了人世 在造力上 黄日华悲痛欲绝 苦得撕心裂肺 对爱气的思念日夜难评 有一段时间 黄日华基本闭门不出 家里摆满了梁洁华的照片 直到去年 她才在女儿的陪伴下 慢慢走出丧气之痛 开始走出家门 和老朋友们一起踢踢足球挥洒汗水 偶尔磕串一下好朋友的节目 也为女儿的演艺事业站站台 结果没多久就传出了与官宝慧的绯闻 虽然传为是假 但也让官宝慧再次进入到了公众的事业中 她的一生也算是历经坎坷 身为无限旗下的艺人 官宝慧也曾揭拍过一些好的角色 但却始终未能大红大紫 为了摆脱一直走下坡路的事业困境 官宝慧开始大量接片 但质量却层次不齐 让她的演艺事业陷入了恶性循环 官宝慧也曾试图转型 从电视剧转向电影 但效果并不理想 她的事业一度陷入低谷 甚至被人们称为烂天王 在困境中挣扎的官宝慧 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和失落 她变得越来越封闭 常常躲在家中睡觉 有时候一睡就是三十多个小时 许久之后 她才知道自己患了遭遇症 好在这个时候 还有好友的鼓励和帮助 在他们的陪伴下 官宝慧渐渐走出了遭遇症的阴影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2019年 她凭借她妈的葬礼 获得了喜剧闹剧最佳女主角奖 这是她演艺生涯中的第一个奖项 虽然来得晚了些 但毕竟得到了业界的承认 这个奖项对官宝慧来说意义非凡 她不仅是对她多年努力的肯定 更是对她坚持不懈的精神的嘉奖 然而 官宝慧遭遇的挫折 不仅是在事业上 也表现在感情上 她曾有一位男友 两人已经见过了双方家长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 男方却突然提出分手 转身娶了他人 官宝慧甚至至今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也让她耿耿于怀 过了二十多年都未曾放下 如今已经55岁的官宝慧 仍然渴望爱情和婚姻 她曾表示 即使到了80岁 只要有人愿意去 她也愿意结婚 这种执着的渴望 源于她心中那份未曾得到过的爱情和婚姻 她的人生经历虽然充满了波折和坎坷 但她始终抱有一丝期待和希望 回顾官宝慧的人生历程 我们不禁感叹 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曲折 希望她能早日觅得良人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曲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